这位开国上将两次死以逃生,第二次装成一只羊才化险为一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开国上将朱良才。 1955年授贤后,仅过了三年就主动辞职,成为第一位辞职的开国上将。朱良才虽然是正宫出身,但在革命生涯中也曾数次历险,多亏有贵人相助,才死里逃生。 1927年马日事变后,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抓捕革命群众,当时朱良才是湖南汝城农民协会骨干,汝城宣布团团长和齐名,勾结国民党范石声部第十六军,来汝城抓捕朱良才。 朱良才的农民武装都是大刀长矛,装备太落后,在第十六军的强大攻势下,很快就瓦解了,朱良才等三十多名农会骨干也都被抓捕。 在狱中,朱良才受到了严刑拷打,没日没夜的折磨,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一点秘密,和齐名无奈,便决定将其斩首示住,而朱良才此时也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,可是,一连过去了半个月,也没有一点要处决朱良才的动向,而且他还和其他农会同志一道被转移了,这让他惊讶不已。 原来,他们遇上了贵人,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宣传科长赵新传,是一名地下党,得知朱良才被捕后,他便以接管案犯为酒,将他们都押到了十六军的军部,并悄悄地通知朱良才,现在和齐名和范石省,因为战后前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,都想拿大头,你们想办法搞点和齐名的材料, 朱良才心领神会,他们太了解和齐名了,这几年都在跟他斗,便立即组织其他被捕的同志,血揭发和齐名的材料。 几天后,一条条和齐名排斥国军,通融共军,企图割据一方,欺压百姓等罪状,写了好几页,然后朱良才和其他同志,都按上了手艺,交给了赵新传,赵新传又交给了范石省。 很快,范石省便将和齐名抓了起来,缴了和齐名部队的枪,第三天就把他杀了,而朱良才他们因为揭发有功,不久就被放了出来。 十年之后,朱良才又遇到了一次危险,这次救他的人是一个放羊的老汉。 1937年,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包战,部队被打散,朱良才带着十几个人,转入山里打游击。 不久后,他们下山找吃的,被马家军发现,朱良才和另外两名战友被捕,在过一道图坎时, 压着他们三人的马匪准备休息一下,就在他们放松时,朱良才向另外两名战友使了一个眼色,分不同方向向旁边的密林钻去。 敌人一着急,不知道追哪个好,等他们摘下枪向三人射击时,三人早都跑进了密林。 第二天早上,朱良才小心翼翼的出了密林,在一个老乡家里换了一身衣服,沿途齐套,寻找红军部队。 这天下午,朱良才肚子的头,看见前面有一个村子,想去找点吃的,可谁知,刚一进村口,就看见马家军的人在村子里搜捕红军。 朱良才立刻转身往回走,可莫走多远,前方烟尘四起,又来了一对马家军,这是一片开阔地,无处躲藏,朱良才的心一下子凉了,感觉这回真的逃不掉了。 就在这时,他身后传来一阵咧咧的叫声,回头一看,一个老汉正赶着一群羊过来,朱良才灵机一动,走过去,如实向老汉说,他是被打散的红军,希望能帮帮他。 老汉对红军的印象非常好,就点了点头,朱良才立即脱下旧羊皮药,劈在身上,然后躬身趴在地上,老汉也心领神会,迅速把羊向朱良才聚拢,把他奄奄实实地围了起来。 刚围好,马家军就过来了,大声问老汉,有没有看到红军?老汉摇了摇头,马家军围着羊群看了一圈,也没发现什么,就离开了,直到马家军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老汉才把羊群赶开,露出了朱良才,朱良才感激不尽,从兜里掏出一块钱塞进老汉的口袋里。 老汉死活不要,还把身上的干粮装在了朱良才的口袋里。 在1955年我军大受闲时,很多人都说,像逼那些牺牲的战友们,我受不受闲,受什么闲,都行。 看看朱良才的这两个故事,确实如此,能活下来继续为人民服务,就已经是最大的姓氏了。 历史客栈作者,荒沙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,请关注微信公众号,MASHAUA108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